我們公司水管家是2014年開始的 我們基本上看到在水管裏面其實很骯髒 我們看到有很多微棗植物一些蟲金屬一些沙泥鐵壽等等 其實水管是需要清潔 所以我們開始了我們這個服務 在一年的時候我們還引進了獨家除菌的服務 在水裏面的菌其實都很厲害 我們都可以一次過好處理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要業務 有很多人都會說 其實水務處出來的水應該是很OK的 其實是非常好的 只不過就是在中間經過一些流程 你不知道它流了去哪裡 有些朋友就說 它會不會中間一路有些喉管包著它 不會受到污染的 但其實我想都有一些朋友都有留意過 其實我們香港經常都會有爆水管 或者可能有沒有留意 可能你家裡都會有 定期都會洗水缸 其實為什麼要洗水缸 原因是因為水缸裏面有很多污染 而水缸接駁的就是到你家裡的喉管 而那些的污染 其實全部都會很容易 就透過你平時開水喉 它就一直這樣抽點抽點 就帶了進你家裡 加一個濾水器就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但是首先第一 你加濾水器你加多少個呢 你究竟會加在哪個位置呢 如果你加在這個廚房 沒問題 不過就只在廚房那裡乾淨 那洗澡呢 塗牙洗臉呢 我們平時不喝下肚子 但是我們口看就已經合收了 皮膚也很容易合收了 所以濾水器我們覺得需要的 而洗水管同時間都需要的 因為水管裡面確實藏了很多髒東西 只不過我們平時眼不見為乾淨 看不到就當它沒事了 接觸水這個行業都在2009 10左右 其實那時候就因為我又搬家 就搬回去找我奶奶住 因為我奶奶就住在一些舊的區域 我們為什麼會發現 那些水好像不太OK 洗澡後皮膚很癢 而且我女兒可能小了 所以她們的皮膚很幼細 就很多紅色一點點 尤其是這些位置 買到這些藥膏都凍到上天花板 但是很可惜了 處理到一會兒 好像沒有什麼改善 但是現在住了一些比較舊的屋苑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況 我就想一下會不會有些水 因為我從水裡都看到好像有些雜質 我就可以不停去找一些淚水器 但是後期我只是用了幾天 拿了一些水去做處理 我女兒的濾濾好 那我就發現原來水的影響都幾大 我買到這麼多藥膏都不及 原來我拿一些好些的水去處理皮膚 已經搞定了 那我就覺得這個事業好像都幾幫到人 我就開始從事這個日本的電解水機 那後期因為越來越接觸得多客戶 那他們的家大家的狀況都有點不同 那我就開始研究淚水器 那後期到2014年的時候 我們都發現到 原來水管很多髒東西 很多雜質 那我就索性去做這個業務 就是清洗水管 那這段時間疫情很重要 那我們其實都面對很多的挑戰 那原因就是因為 有很多的客戶取消他們的訂單 那就是因為 哎呀不要了 我也不知道你們去過哪裏 你們的師傅可能去過這麼多個地方 會不會都帶到病菌來呢 那我們本身呢 也都有在15年印進了一個獨家的除菌劑 那我也做了很多 lab test 那在最近期的一些 test 裡面 原來他連新冠的病毒都處理到 那這樣就好了 那我們都將它 和結合了我們有其他不同的儀器等等 我們都做了一些空氣上面的一些除菌服務 上門的時候 除了我們的師傅會在下面前做消毒 其實反過來我們都擔心 我們的客戶本身那裏會不會有一些細菌或者病毒 會帶到其他地方呢 那所以我們都會做一些空氣的消除服務 那這樣 那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我們不想去帶著病菌到處走 那所以我們怎樣可以 在一個地方就可以消除了 那我們就不需要去擔心了 那這樣客戶不用擔心 我們自己的員工的安全都不用擔心 好了 我們喉管裏面其實有很多些髒東西的 例如舊的喉管有些什麼呢 例如一些沙拉泥 看得到的 甚至我們有一些舊的喉管有些鐵瘦 那所以你會見到 啡色 滑出來好像奶茶、咖啡 甚至我們嚴重到一杯Express 那些的髒東西全部是肉眼可見的 那所以這些喉管 當然我們處理過之後 裡面的物質會走出來 這些是最明顯可以看得到的 這些啡色黃色的水就會出來了 那好啦 如果有一些沒那麼嚴重的 比較新一點 可能十多年樓到 都會有少許這些雜質 那些顏色就會比較淡一點 好像借水那樣 那樣 但是都一樣有這些雜質 那最嚴重的是什麼呢 新的樓 新的樓 新的喉管有些什麼的雜質呢 哇厲害 它們有些黑色一點點的那些 那些其實是金屬的喉舌 即是說可能在切過喉管的時候 那些碎舌 掉了到喉管裡面 內壁 那因為太小 但是很重 它就會黏住了在喉管壁那裡 所以你就會看到 哇這些黑色一點點的 髒東西呢 就會在喉管 那雖然不洗的時候 不覺得的 但是有些朋友 比較敏感一點 他們會感受到一些金屬的腥味在水裡 那其實就已經告訴你 水裡已經有這些重金屬 在這裡干擾著你了 那好啦 有些朋友仔就會 那些後管裡面 除了有這些重金屬之外 還有些什麼呢 那些叫做銅綠 綠色一點點的 那其實呢 銅管裡面都會氧化的 跟鐵管的氧化有些不同 那我們銅管的氧化呢 就會是在管道裡面 起了一點點綠色 它可以掉出來的 但是也都不會影響 銅管裡面的一些物質 它只會生多了一樣的出來 但是鐵管就不同 鐵管呢 它們就會是生了出來 就像中雨石洞一樣 會令到你後管塞的 那這些也都會令到 整條喉管會做變化 那它就變形的 或者甚至木呢 那條喉管會薄了 那所以呢 舊的喉管 譬如是鐵管那些 我們都建議你更換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我們眼見得到的 一些髒東西 見不到有些什麼呢 就會是一些細菌 那細菌怎樣在水裡生存呢 那有一些細菌是真的可以的 例如退伍軍人菌 那如果那些細菌有足夠的數量 它們絕對就可以出來去干擾大家 那有些人就是 以前不覺 現在就會很緊張自己 以前真的不覺的 欸 感冒而已 原來退伍軍人菌 那種了之後呢 其實最初期的都好像感冒一樣 那所以 這一個的情況 有很多人沒有留意 而我們其實是必須要處理的 那所以我們做洗水管呢 其實都帶著一個使命 就將我們看不到的東西都處理了它 那我們都建議那些客戶 譬如我們定期可能是一年一次 你當它是大掃除那樣 那我們就 會將大部分的髒東西都會處理 而新再進來那些呢 理論上沒有那麼多 那污染就自然減少很多 那只需要你加上一些的濾水器 當然說定期去換它們的濾芯 又或者清洗 那就已經可以好好好好地保養到 你們家裡邊要進入口的水 或者我們需要使用的水 期望就是家家戶戶都會有這個意識 無論是否就是由我們去服務都好 我們都想洗水管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 這個項目都會成為主流的項目 那又好像日本人那樣 是一個項目 他們的新樓落成 都必須要去洗一次水管 甚至會有一些渡膜 那如果我們的洗水管在香港 都能夠可以做到 他們一樣家家戶戶都必須要做 又或者好像洗冷氣 一些很普通的工種 那就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最大的期望